两个熊孩子在父亲枕头下 发现几个奇怪的气球 好奇心驱使下 拿到爷爷面前炫耀 父亲一看老脸一红 掏出烟头将气球戳破 爷爷对此感到不解 男人不好意思说 其实这是他和妻子 藏在枕头下的寄生用品 男人名叫达姐 平日里靠牧羊为生 妻子名叫卓马 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这天达姐找朋友借了支种羊回来 在妻子心里 自己的丈夫就和这头众羊一样 他们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 他们不得不为超生交罚款 但是丈夫却还想生四胎 丈夫的话看似不经意 却深深刺痛了卓马的心 在男人眼里 女人生孩子是最基本的义务 自然是生得越多越好 就像羊圈里的母羊 如果不生小羊仔 那留着还有什么用 还不如过年宰了吃 短短几句话功夫 这头母羊的命运 就被人类安排好了 虽然卓马心里同情这头母羊 但是自己的命运都不受控制 又如何改变别人的命运 卓马有个出家当尼姑的妹妹 早年为情所困 最终看透人世间的情爱 选择剃度出家 这次他下山专程去接外甥放学 两人准备一起回家 但是却意外碰见了自己的初恋 男人名叫德本 如今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他看着女人欲言又止 似乎还没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 德本询问女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但女人却有意回避着她 两人之间似乎有着不愿提及的往事 正在女人不知如何回答时 外甥走了过来 女人赶紧招呼外甥离开 但德本却叫住了两人 他追了出来送给女人一本名 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 书名叫《气球》 故事以两人当年的爱情故事为原型 男人将心里话都写进了书里 希望借此解开他们之间的误会 一旁的外甥表示 德本老师非常有才华 他写的书大家都看过 只是里面的故事有些读不懂 女人将书和尚沉默不语 外甥继续说道 听说德本老师是离过婚 后来才转来这所学校 女人听完后心里有些复杂 外甥睡着后 她翻开书陷入沉思 另一边卓马独自来到镇上的卫生院 想要找女医生说点事 可是周医生刚刚出诊去了 男大夫表示有什么事也可以和她说 但卓马却有些不好意思 说想等周医生回来再说 好在没过一回 医生就回来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医生就知道了卓马此行的目的 然后将她叫了出去 因为上次两个熊孩子 把家里仅剩的两个寄生用品 当做气球拿去完 卓马无奈只能再去卫生院拿 周医生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 建议她去做结杂手术 这样就能一劳永逸 卓马听完有些心动 询问最快可以什么时候做 医生表示最快也要下个月 晚上众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羊肉 一家人对刚回家的大儿子 似乎有种一样的尊敬 男孩的背上有一颗黑纸 和已经去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大伙认定她就是奶奶的转世 从小就对她格外优待 但其实这粒黑纸是假的 是男孩自己贴上去的 所谓的转世自然也是无稽之谈 可是家里人却对此深信不疑 父亲甚至把儿子当做母亲一样尊敬 这样荒谬的事情就发生在卓马家 卓马的妹妹是个尼姑 这天妹妹发现自己的书不见了 她着急地四处翻找 竟无意中发现了卓马的寄生用品 妹妹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 卓马悄悄在她耳边告诉她 羞得她像扔脏东西一样扔回床上 卓马好奇地问妹妹 为什么对这本书这么珍惜 妹妹讲起了这本书的来历 不料一向温柔的姐姐竟大发雷霆 在卓马看来 妹妹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这个没良心的男人害的 她抢过妹妹手中的书 直接扔进了火堆 但妹妹却不顾烫伤的危险 将书从火中取出 卓马不明白 妹妹为什么还对这个父亲还念念不忘 世间的很多事 尤其是爱情这个东西 本就说不清楚 可没想到第二天 德本竟主动找上了门 她想找妹妹单独谈谈 却遭到了姐姐的拒绝 卓马觉得这一切都怪德本 如果不是她当年坏了妹妹清育 妹妹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出家为你 而且男人后来也结了婚 卓马不希望德本再来打扰妹妹的生活 于是骗她说妹妹已经回了寺庙 将烧毁的书还给了男人 德本只能无奈离开 晚上毫不知情的妹妹 找不到自己那本书 她问姐姐知不知道在哪 卓马却表示那本书被自己烧了 却妹妹早些忘了那个男人 了结了妹妹的事 半夜家里又出来意外 爷爷放羊回来的路上 突发疾病去世 一家人都沉浸在悲伤中 偏偏这个时候卓马又怀孕了 丈夫想起上师曾说过 父亲的亡灵会转世到自己家 达姐对此深信不疑 夜晚卓马告诉丈夫 自己想要打胎 他们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再也负担不起第四个了 丈夫却觉得 这个孩子一定是父亲的转世 说什么也不同意妻子打胎 他咒骂妻子是个妖女 这样是会遭报应的 可是卓马只是为这个家着想 丈夫认为他不过是在找借口 口口声声说 可是他每次都这么说 给儿子喂奶换尿补 从来都是甩给妻子来做 嘴上说得很好 却从来都没有行动 面对妻子的质疑 达姐狠狠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卓马本以为妹妹会支持自己 可没想到 就连妹妹也劝他生下来 但医生的建议是 趁月份还小尽快把孩子拿掉 毕竟卓马已经四十多岁 高龄产妇生孩子很危险 说不定就会一尸两命 于是卓马偷偷找到医生 准备做手术 没想到丈夫进一路追了过来 女人正在做流产手术 丈夫不顾医生的拦阻 带着儿子闯进手术室 只因他们认定 这个孩子是爷爷的转世 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 卓马无助地流下眼泪 他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再生可能会有危险 还会面临罚款 可是家人却执意 要让他生下腹中孩子 尽管身体是他自己的 但他却没有选择的权利 最终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 这个孩子没能留掉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开始为未来发愁 卓马突然有些羡慕 身为尼姑的妹妹 至少他不用像自己这样 沦为生育的机器 不会被世俗的事情所拖累 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卓马想和妹妹去寺院散散心 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 临行且儿子依依不舍 担心母亲也会像姑姑一样出家 卓马看着儿子什么都没说 在妹妹的催促下 默默坐上了三轮车 留下丈夫沉默地站在原地 男人不明白 自己的决定难道错了吗 为了凑够儿子的学费 他把家里的母羊拉到市场去卖 可是价格却并不理想 达结纠结了半天 最终还是低头妥协 他将儿子送去学校 看着父亲递过来的钱 儿子终于明白了母亲说的话 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多一个孩子 儿子似乎下定了决心 他告诉父亲 以他们的经济条件 根本养不起四个孩子 连温饱都男幼和谈上学 另一边的达结同样陷入了沉思 他坐在雕像下想起了妻子的话 也许妻子当初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他在集市里漫无目的闲逛 突然看见有个摊位正在卖气球 他想起曾答应过儿子们 如果去镇上赶集 就会给他们带回来两个真气球 于是走到摊位前 买了两个红色气球 孩子们远远就看见 父亲的车后座上挂着两个大气球 高兴地跑上前拿起气球 两个孩子都没上过雪 只能在家帮忙放羊 更没见过真的气球 他们开心地奔跑在沙漠里 突然一个气球爆了 两个孩子开始争强谨慎的气球 可是另一只也飞走了 下面的人只能远远望着 气球越飘越高 越飘越远 也许正如着马和达结的挣扎 他们的内心压抑了太多情绪 就像孩子手中的气球 渴望抓住却又无法抓住 仿佛那本被烧过的书 最终在手中变成灰烬 就像达结买来的气球 不知怎么又飞回天上